如果应该只有十行程式嘛 那最好是说呢 因为你直接这样看 以后这样看会 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看不懂 或者是不知道 怎么会做出来的 那一般建议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加上请字号开头 比如说第一步做什么 第一步是开档 比如开启档案之类的 你可以在上面加个注写 比如说开档 假设我简单写一下 然后呢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写的这么简略 你也可以写多一点没关系 比如说后面用F物件 用Open方法产生F物件 然后开启Member.txt 然后模式用R模式 那如果遇到编码方式是UT8的话 那就记得加一个Ecoding等于 好像就叙述一下 以后的话你自己回头看 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所以在上面前两行应该是开档 然后呢 再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 将前面加一个井 然后呢 第二个做什么 第三个做什么 然后这边也许是切割 有没有 然后切割的话呢 做什么等等的 也许你可以再加一下叙述啦 这个我想还是自己延伸去 把一些柱也加上去之后呢 你可以让这个程式的阅读 可阅读性比较高 而且相对比较友善 以后自己看也会比较看得清楚 要不能 那反正自己想一个方法 尽量就是可以 下一次你再看这个程式 也可以马上进入状况 那是最好的 OK 所以刚刚比较重要的 记得是切割 那这切割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们按照的就是 斗点分割 可是如果未来 你假设像刚刚同学是用那个 一色切过好像是反斜线T 它变TAG的话 那你可能这个地方就要变反斜线 这个斗点可能就要变成 反斜线T 那或者是说它可能是中间 也有些资料会用空白有没有 那你可能就用空白 反正就是它资料 来源是不同的分隔方式 那你就用这个方式去把它去掉 那因为将来 千奇百怪什么可能都有发生 所以如果假设 你就见招拆招 OK 如果哪一种情况通通可以解决的话 那以后我们再处理资料 你会觉得 其实还蛮流畅的 OK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 把这个做完之后呢 一样存成这个Member 底线RPT的一个TST 但是这个有个缺点的东西 那如果说这样子我把它打开 它就是一个记事本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我直接点两下打开 它会直接用以色开的话 那怎么办 其实当然一个方法 你可能用把它存成以色档 可是存成以色档有点麻烦 因为你要再外挂一个Pandals 然后可能还要再加一个那个 就是OpenXL的一个外挂 那这个如果没有装那就不OK 可是我是觉得难度也不高啦 可是后面会讲到 也就是未来 如果你要做更复杂的事情 那势必你需要再加一个外挂 然后再把它input进来 像我们前面有一个input就是那个random 有没有乱数嘛 未来还会有很多的外挂 那这个外挂当然我们现在会先从内建的开始 然后慢慢再去找那个外部的 那外部相对的 其实目前那个Python官方提供的这个外挂 基本上已经超过40万种 40多万种 每一个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可以帮你做一件事情 一件以上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那就简单一点 如果你要eSale开的话 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 就OK了 就是你只要把什么 把原来的档名 副档名部分 本来是TST 那其实那一切 如果在Windows里面 你只要把它改成CSV OK 应该对文物是CSV CSV的话 其实它本身就是文字档 那只是说呢 你这个格式 假设是在那个Windows底下的话 它会直接就是 透过那个eSale开启 所以如果假设 你先一个很简单的需求 然后你又不想要改太多程式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改个副档名 OK 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再狡猾一点 把这个副档名改成XLSXX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是一个 尾中的一个一色档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用CSV好了 打开OK OK呢 里面应该是OK的 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把它改成什么 副档名改成XLSX 把它直接输出好了 诶 这样有点像伪装的 诶 其实里面我其实是放CSV 或重文字 这边有吧 打开会怎么样 诶 无法开启 诶 这样不行耶 这样不行 OK 好啦 不过我记得好像以前是可以 直接打开 它一样是把里面之下就开起来 OK 只是说会不会是这个版本的以色不OK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要注意一下 诶 因为以色 它跟微软是同个平台 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呢 他们也是用内 就是用那个CP950 所以你将来如果 假如你写出去的编码方式 你特别加一个把它改成CSV 改CSV 如果你编码方式 假如你加一个encoding等于UTF8 特别是你把它执行 它再开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它应该会变成乱码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 以色也不支援UTF8 OK 那后来 其实新的版本 它有支援UTF 但是它变成支援UTF16 它就是不要用UTF8 我想说为什么我永远 这么奇怪呢 明明大家都用UTF8 你要合群一点就好了吧 其实很简单 我前面好像你们都提过 因为它最大嘛 对 你看它全部的市占率加起来 都没有它一家大 那你想说为什么我比较大 为什么我要听比较少的人呢 对吧 那尊重少数吗 不对啊 OK 为什么应该少数要跟多数一样才对啊 可是少数又不跟多数一样 所以怎么办 所以目前应该是无解 因为这牵涉到商业利益的问题嘛 到底谁要听谁的 所以目前你们应该知道一下 就是会有辆码的情况下 要不就是你把它改成UTF8 要不你就改成CP90 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刚刚这个地方来看 理论上应该这个地方应该存成CP90 那你想说老师那你为什么没有特别加 它预设就CP90嘛 那你干嘛加 OK 所以预设已经是CP90了 所以不需要加 可是换一个角度吧 如果你是用Mac的同学 它预设就UTF8 所以如果相反的你要把档案 给那个ESER开的话 而且是Windows的版本开的话 那你如果Mac里面 你可能反而要加这个 不然的话你丢给那个Windows系统下 它没办法开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那目前这个问题是无解 那怎么办 自己注意一下就好 反正不外乎 目前看到好像不外乎就是两种编码方式在那边 然后换来换去 所以你只要看到Run 很简单 你就换另外一个不就好了 OK 要不就是把档案 存成另外一种编码方式 要不就是你开档的时候 用另外一种方法重新开一下 那关键就是这个E-Coding 所以 这个开档的时候我刚刚讲 因为这个资料来自于Google 所以Google它会把它用UTF8 OK 那所以我存档的时候 我这个不用加好了 因为预设就是这个 可以把它Delete掉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 这一题原则上大概就到这里了 其他的话 我是建议 各位可以找身边其他的档案来列习看看 应该你大概就OK了 剩下来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再试试看吧 一样啦 如果你们要以正照考试当成参考的话 刚好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讲的 已经又跨足到第六类了 有没有 串列 OK 然后呢 跟什么呢 跟字串的运作 像我们今天有用了 字串里面有很重要的三个方法 一个是Split Split 记得吗 Split 的切割 其实跟以色尔里面的资料剖析是一样的道理 那剖析完之后 有没有 逗号当分割嘛 那另外还有呢 replace 跟strip 这个都很重要 其实考试也会考到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第一 所以今天其实主要是第六类 第八类 然后还有什么 第九类 档案处理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练习第九类的题目也OK 比如说902好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试题的902好了 902这一题 那这边是资料加总 这一题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是在根目入里面 有一个叫ray的点txt 那其实就是这些 因为这个系 到时候考试 它会在根目入有这个档 可是我们练习的时候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 很简单自己建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可能如果你要练习 902的话 你可能要在这个地方新增一个文字档 然后档名就叫read.txt 这个 然后呢 把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它就是这个啦 输入就输入这个 也就是底下这些数字的没有 你把它Ctrl C 然后Ctrl V 到 刚刚这个read.txt 里面 就是这样而已 也就是说嘛 它要考你什么 你会不会把这个read.txt 的资料读进来 然后把它全部加总在一起 输出它的加总结果 就OK了 所以哦 如果我们可以试试看 这第一个 请各位先在根目入底下 先按右键新增一个档案 叫read.txt 然后把902这些数字 通通都贴过来 然后把它存档 接下来的话 试试看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再来的话 我们如果开一个新的module 那我当然第一个 我可以 f 等于open open 的话 给它一个档名 我把它Ctrl 加好 然后那个档名叫read.txt 然后后面的话呢 一样嘛 do.r 模式 有没有 那因为全部都数字啦 所以我其实根本不用管 反正你要哪一边 哪一边也不会有网码问题 诶 读进来之后呢 接下来 读到什么问题呢 它的资料好几个 所以读进来的资料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先丢到s s 等于 f 点什么呢 其实这个不要用read.line 不read都可以 所以我们用read.line 然后呢 把它读进来之后 print 一下 print 了s 那这样试试看 这个先确定一下 有没有办法读成功 诶 读进来的 有没有 诶 可是问题啊 那我要计算 加总 诶 那加总怎么加 很简单 我上它就好了 所以几个方法 要不然切割之后跑个回圈 一个一个累加 可不可以啊 要不就是切开来之后加个上 不是加总 诶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这个s s 点 还记得吧 切割的话 因为它中间是加什么 加空白 所以你其实怎么样 把这个中间s.split 然后呢 中间加一个空白 切开来看看 诶 有了 有没有 但是一样的问题 它切开来是 字串 所以剩下的怎么样 你就再把这个里面 先把它全部转成数字 加总 printed 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应该会这一题了吧 所以902这一题 的答案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一题的话 原则上在 云端白板 云端上面 我其实都放在那个云端 最外层 云端白板的下面 这边有个python3的证照 一九类的地方 你打开的话 其实就会看到这个 我刚刚第一步就是 先在根本木底下 先建一个read.tst 然后把底下这个输入的资料贴过去 再读进来 然后底下的话 它好像有需要什么 它有一些说明 它说需要用utl8 所以可能我们将来在存档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按照它的需求 另存一下 把它存 它已经utl8了 那就不用动了 那没差 OK 所以这个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的话用空格分格 然后把它加总 最后把结果显示出来 OK 那剩下一句 请各位试试看 那加总如果得到的结果就是660 那表示应该就成功了 试试看